你 玉音 玉音师姐 玉音师姐 玉音真的是你啊 你刚才吓死我们两个人了 对啊 师姐 我没看错吧 不是 我是谁啊 真是 这个装扮 这个面料 这个小片 玉音 你这几日待在家里 是不是请来了 特别厉害的装面师傅 曾经把你装扮得如此好看 这下 若晨师弟可好了 他好什么呀 没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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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呢 不会是故意躲着我吧 你说 玉音 洛晨她不在 她已经下山去浩方除魔了 浩方 除魔 把你你能够走 这就要 我 你不在那儿 你把你都拿着 被你去 你不在那儿 是 你不在那儿 是 你不在那儿 这是 我 你不在那儿 你不在那儿 娘 你怎么知道 你身上有如此重的 狐媚妖气 骗得了别人 骗得了你爹娘吗 是不是那个妖怪苏和 狂骗你去的 是我自愿去的 你这个孩子 你疯了吗 还要去学妖术 你知不知道我和你爹 为了换药珠的事 替你藏了多少心 你怎么可以瞒着我们 自己也跑去学妖术 到底是什么妖术 固惑了你 音音 告诉我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嗨儿不孝 让爹娘伤心了 我自身因为换药珠的事 修行无法再进一步 所以只能走 修习妖术这一条路 才能与孤亲刚好 我不想因为她是折仙下凡 就把若晨让给她 我不甘心 爹 娘 求你们 让我去昊坊吧 不管刀山火海 我都不想和若晨分开 我的伤孩子 居然 舍园天定 时难改变 你 你这是飞蛾扑火啊 求爹娘成全 起来 在肖像 绝无可能 从今日起 你就给我 在抬轩宫待着 好好反省思过 哪儿也不许去 夫人 夫人 别生气 娘 夫人 你没听见你娘的话吗 夫人 别生气 别生气 好了